甘肃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建于1956年 甘肃市远古神话中华民族始祖福西 女娲的诞生地 古丝绸之路的甘肃因地理环境 历史文化使甘肃成为我国的文物大省 甘肃省博物馆没有对外正式公布或征集 七大八大十大镇馆之宝之类 只在官方公众号悄悄列出16件 这里整理了15家的镇馆点藏 方便一旦去了至少知道去找谁打卡 由于图画像砖1972年出土自嘉玉关新城堡未进墓群 中国邮政标志的由来 也可能是地球上最早描述送快递的画面 一名一时头戴黑帽 身穿又金宽袖衣 骑着骏马 一手控缰绳 一手举着起传文书 刻意没有画出他的嘴 是因为快递员必须守口如瓶 而且从画面能看出当时送快递有多快 骏马四足腾空 肠胃平甩 是非一样的感觉 我国犹豫通信使最早是通过击鼓传声和风碎烟火的方式传递 汉武帝时期 在河西走廊设四郡 距两关 使得当时犹豫文化可以飞速发展 设立五重套汉 1964年于金河北岸平整田地时打开了沉睡千百年的地宫后发现 地宫里出土一青涩石汉 石汉中间刻有大洲荆州大云四舍立之汉总义十四里 大云四为武则天在隋代大星国四原职的基础上兴建的皇家寺院 五重套汉内的设立 是我国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佛设立 这个石汉以俄罗斯套汉的姿态重重相套 里面有刘金铜侠一具 内装银果一具 国内有金冠一具 国内装有琉璃瓶一支 瓶内含豆大的白色晶体十四里 正是十四里佛设立 五重套汉 精美绝伦 佛祖设立经现于世 立即轰动全球 被称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接下来神奇的是来了 1969年 仅仅过去五年几乎在同一个地方 发现了一个可有比丘惠明造设立石函字样的石函 删有104字明文并落款大周天和二年 遂刺兵害8月庚子5月23日人物 好挖最里层的瓶中庄有32例设立 2012年12月 京川县城关镇贡池村的村民在抢修道路时 意外地挖出了一件贴金佛头 佛像附近有一滩塌地动 从里面发现埋藏有设立的陶制棺材 总共从里面清理出1000多例设立 因为内部还有其他琉璃瓶没打开 预计设立总数可能有2000例 更有专家认为 总数可能在3000例以上 京川作为古丝绸之路 西出长安的第一站 这里寺院林立 据传送带有两位僧人 二十几年搜集宝物 并将宝物埋藏这里 而这3000多例设立 很可能就是当时僧人 为了预防面核运动所搜集的宝物 车马一仗与马塔飞燕 1969年出土于五威士雷台汉木 1969年因受到核威胁 很多地方响应号召开挖房空洞 雷台汉木的发现者便是当时挖房空洞的农民 他们悄悄将出土器物运走 准备当废品卖些钱 后来主要同气被五威县文化馆追回 1971年 郭默若来甘肃参观刚介绍的 大云四佛祖设立时 因在库房中不小心多看了一眼 从此马塔飞燕洗灯教科书 马塔飞燕出土时 马脸上还有彩绘 由于人为等原因 没有保留下来 也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马塔飞燕 虽然支撑点小 却重心稳定 在古代 马是战争的工具 汉书中记载 马者 甲兵之本 国之大勇 马塔飞燕塑造的是东汉时期的马 应该是从外界引进的马的后代 有人认为是来自西域的大渊马 目前仍然存在争论 1983年 马塔飞燕被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展示了古代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 刚走出兰州中传机场 你就能看到巨大的马塔飞燕在迎接你 2018年 甘肃省文物局将其改名为同奔马 当初的马塔飞燕不再沿用 因为马蹄子下面的鸟的确不是燕子 大家都知道燕子的标志就在于尾巴是分叉的 而马塔飞燕的鸟尾巴并不分叉 而且还挺直的 具体同奔马到底踩踏的是何方神鸟 仍然是个谜 同奔马的正面造型 因为太过奔放 所以对外展览 宣传图一般都是侧面造型 从不轻易展示正面 毕竟正面着实太可爱了 细汉彩绘木窑车 出土于五威市魔嘴子汉木 自1955年发掘以来 这里出土的国宝及文物不计其数 这组彩绘同式木窑车结构复杂 是汉代出土的同类器物中继完整又大规模的一组 制作精细 形象逼真 装饰豪华 车鱼形质复杂 雕工精巧 车的轻便简洁与马的雄伟健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 彩绘木雕六博用 1972年第48号汉木出土 六博是中国古代一种博系类游戏 因使用六根博柱 所以称六博 一套完整的六博棋 应包括棋局 棋子 柱 就是头子 还有博仇 用于记录双方比分 这是战国道汉代非常盛行的一种游戏 将是以简单明快的艺术造型 刻画了两位老者全神贯注的博弈场面 表现出对异时的叙事待发 彩绘木独角兽 独角兽又名谢智 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将其置于散门口 是为了起震慕辟邪的作用 后汉书于符志中记载 谢智 神阳 能变屈指 楚王常获之 故以为官 讲的是 相传楚文王曾或依谢智 照其形制成灌带于头上 于是上行下效 谢智官在楚国成为时尚 谢智官寓意执法者铁面无私 明辨是非 明清时 执法者不仅要带谢智官 还要传秀有谢智图案的补服 现在很多法院门口摆放着独角兽雕像 已表示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以理简 西汉 同来自魔嘴子汉木 1959年出土于6号汉木 甘肃五为汉木群出土了480枚木简 令人叹为官职 其中除11枚简为日记 杂栅外 其余469枚均为以理简 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扎 而是完整的书册 是西汉经书的样本 保存最完整 末即如初 稍有残损 像这样样完整的以理简 是迄今出土汉简中空前的发现 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简 简树用笔大胆率意 自然天称 不守故障 将汉字结构的关系发挥到了极致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把汉力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元代玻璃莲花拖展 1972年出土于张献汪氏显家族墓 汪氏家族是金元以来 拢右首屈一指的明门望族 初三王氏国宫 直至明朝仍有银峰 地位显赫 影响极大 比《红楼梦》中的甲家还要显赫 此拖展为半透明玻璃质地 呈浦蓝色 分展和托盘两部分组成 造型滑美 完整成套 颜色高贵 是中国古代玻璃制品的瑰宝 我国早在西州就开始制造玻璃制品 那时的玻璃称为五色石 以前被玻璃为主 透明度低 并且一岁 在元朝战斗力碾压个大陆的时代 这件拖展从制作工艺上来看 很可能是来自国外的奢侈品 属于一件海陶产品 人头行气口彩陶瓶 来自养韶文化早期 1973年出土于甘肃前安大地湾 这件文物并不是考古工作人员发掘的 是一位考古专家用两个脸盆 从当地农民手中换来的 大地湾以指出土的人像彩陶瓶 仅此一件 该去物也许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 也有可能是母系士族崇拜的祖先生 所以极有可能是魏美女 这位小姐姐前额梳着齐刘海 后面披着头发 这可能我国最早的齐刘海造型 小姐姐面目清秀 鼻梁挺拔 嘴巴微微张开 好像在说 尼语文采陶瓶属于 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958年出土于甘肃省甘股县西平一致 整个陶瓶用细花红陶土烧制而成 小口翻唇 瓶身两侧有耳 瓶身上坏有一只神秘的动物 关于这动物是什么 一只存在争议 一维娃娃鱼 甘肃天水五都两个地区都有娃娃鱼存在 而陶瓶正是出土于这个区域 二维人首射身 可能是伏羲形象 三维可能是华夏图腾龙的原始图形 高扇木石造像塔 属于北朝北梁时期 1999年甘肃省九泉市石佛湾子出土 唯我国有纪年的早期佛塔 塔上半部分采用印度佛塔的样式 腹波下层有八个圆拱坛 七个坛内各有佛像一尊 为过去七佛 另一坛内有交角明亮 有意思的是在基座八面分别各有八卦图像 用来表示塔的八个方位 属于最早出现八卦的实物资料之一 是我国特有的八面佛塔仙河 顶不可由北斗骑星 表示塔四坐北朝南的风水观念 有佛又有道 说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 并非完全照搬印度 而是不停地在和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 采速做佛与邪师菩萨 原为于天梯山事故第三窟所必堪 史料记载 此时窟是北梁王举区蒙讯于公元412年至432年之间开凿的 该时窟开凿时间虽然晚于东方莫高窟 但是是鉴于史册记载的第一个 直接由国君主持开创的石窟 中间坐佛通高130厘米 身着通肩大衣 结佳副座 面形圆润 双耳垂间 目光下势 神态凝重安详 两侧菩萨通高180厘米以上 高际长发 神态安逸 披荆下垂 腰术紧圈 这闻圆顺流畅 真实自然 是唐代风机秀谷的典型作品 展现出唐代佛教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吴承恩的小说中 西游记第24回中写道 万寿山武装怪 有颗灵根 幻名草环丹 又名人参果 文中的万寿山就是指现在的天梯山 不知道人参果树 是不是现在依然躲在某处 东罗马神人文刘金银盘 1988年甘肃省白银市静远县 被山村村民在自家挖地基时发现 本来以为是破铜烂铁 结果是东罗马帝国的物品 相当于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银盘被收走后 奖励了村民一张荣誉证书 盘内满是浮雕花纹 外圈是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 中间藏匿着小鸟等动物 中间一圈浮雕可能为古希腊 奥林匹斯山十二神的头像 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 盘子中心是一个男性身披肠金 手持徒而所思杖 以施而作 与希腊神话中的九神迪尔尼索斯相吻合 几位书中就记载东罗马帝国使团 曾三次造访北魏 并带来了大量具有欧洲特色的货物 这是丝绸之路上发现的重要罗马文物 巴斯巴文虎服圆牌 圆牌为铁制 文字为银制 两面相欠突袭的元朝官方文字 巴斯巴文正体字五行 意思为 赏天眷命 皇帝圣旨 如不侵奉前境 至罪 这面银字圆虎牌 为传递军情使者的佩戴品 元旦一战通行证 元旦服牌流传至今极为罕见 世界范围内也不过三四件 这件服牌制作工艺精细 造型设计和制作工艺都让金人叹为观止 巴斯巴在藏文里是圣者的意思 而创建这种文字的人本名叫罗卓尖赞 是藏传佛教大师萨迦派喇嘛 忽必烈非常赏识他 被尊为果实 忽必烈认为元朝疆土广大 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文字 必须要统一一下 罗卓尖赞就以藏文字为基辅 创造出一种新的拼音文字巴斯巴文 随着元朝的灭亡 巴斯巴文也就灭亡了 宿福本纯化隔贴课史 纯化隔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贴 被誉为法贴之组 明代的这套纯化隔贴课史 是现今尚存的时代最早 质量最好 保存也最完整的一部纯化隔贴课史 世人称宿福本纯化隔贴 1392年 朱元璋奉第十四皇子朱养为宿王 镇守西北边赛 因为知道他喜欢书法 便将宋本纯化隔贴赐予他 从第一代宿王朱养开始 逆藏于王府内长达二百余年 1615年 宿仙王决心将宋本纯化隔贴 攻诸天下 传于后世 选定同情时 宣客碑贴 1643年 李自成不将贺锦攻破兰州 宿王朱时鸿从王府逃出 在永靖县被捉 送到西安李自成处当即处死 纯化隔贴被偷偷转移到了 宿王府的一个深境中 1675年 吴三贵判清 陕西提督王府陈起兵平凉响应 攻陷兰州 曾用客室做马槽 等到清军围城时 守兵又把两方客室毁掉 当作炮鬼神 1910年 左宗堂平干后 简送如雪 金兰州二中内保管 至于文庙大城殿东边之尊金阁中 抗战时期 日寇轰炸兰州 一度炸毁客室密藏之地 幸运的是未曾拨几客室 之后客室就被转移埋藏于 兰州文庙大城殿南面院中 1944年 客室被人从地下挖出准备藏到别处 幸好被承认兰州二中校长的赵元真要回学校保管 1966年 客室从兰州二中转由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至今 人头穷勾携 西州 1969年和1972年 灵台县白草坡发现的一批西州墓葬发掘出土 故事后 几座既可砍杀 又可直刺的兵器 在战场上属于大面积杀伤性武器 比较不讲武德 这件青铜脊最为引人注目的 便是人头型自刃部分 其造型明显不是华夏人的相貌 二号目中其他文物上的名文记录了这件诡异的兵器 属于周康王时代 一位名叫伯的将军 这位将军曾经参与了征讨鬼方的战争 一贯尤词有记载 托欧宗法鬼方 三年刻之 鬼方是商周时代 居住于周朝北方的部落民族 并对周王朝发起过侵略性的战争 最后鬼方被周朝派出的军队击败逃亡到了南西伯利亚一带 而这件兵器很有可能是将军伯俘虏了鬼方的首领后 按照他的模样 铸造了人头穷勾结 作为征讨鬼方战争胜利的文创产品 北宋纯画二年 报父母恩宠经变卷画 在老王道士卖经书的敦煌墨高窟藏经洞内发掘 卷画以蓝色和绿色为衬底 以红色及时青 白粉 金粉等几十种颜料绘成 初稿线内容情节的110多个人物形象外 配以日月 山水 建筑 花草等 内容丰富 韵笔流畅 色彩绚丽 经变化就是依据佛经内容绘制的话 最早出现在南朝时期 画中有阿弥陀佛极观世音 大师这二菩萨并作说法 上不列七佛 七宝等 在说法图的两侧 是已经变化常用的连环化形式展开 一个情节一幅图 共有书五幅 他们各自努力 相互之间用山石分割 详细描述了从母亲十月怀胎到孩子长大成人 其间父母养育孩子的全部过程 通过讲说父母的这些大恩大德 倡导众人牢记父母养育之恩 属于被严重低估的宝藏聚集地 一个魔水子汉墓里出土的宝藏 可以单独做一期也讲不完 更别提还有敦煌宝库 以及还有那些消失在时间里的各个神秘国度 说不准哪一天 又会蹦出来一个跨越时空的超级发现 让你大开眼界